眼前这位说着猛汉双语的公交司机 名叫苏日亚 80后的她是霍浩特市五路车的一名公交司机 为了更好的服务少数民族乘客 14年来苏日亚坚持用猛汉双语问候乘客 播报乘车安全信息等 遇到说猛语的乘客 更是主动上前问询帮助 得到了不少乘客的好评 苏日亚告诉记者 起初她用猛汉双语服务 是因为她驾驶的公交车 途经内蒙古多所大学 在车上经常会遇到 不会说汉语的蒙古族学生 为了方便与他们交流 苏日亚便主动说起蒙语来 再后来苏日亚的猛汉双语服务 帮助了越来越多的乘客 除了内蒙古自治区当地 还有来自青海省的蒙古族 甚至还有来自蒙古国的乘客 当时我是跑K4路公交车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蒙古国的乘客 他是怎么样呢 是坐我同事的车 然后呢 因为这个乘客呢 汉语根本就说不了 然后跟我这个同事也交流不了 所以我这个同事也特别着急 知道我是蒙古族会蒙语 然后他就赶上我的车 然后把我拦截下来 就是你把这个乘客拉上 跟他去交流一下 他是要去哪儿 后来我告诉他在哪站下车 当时他特别地感动 然后又说这么小个身体 然后开这么大的公交车 还有会说蒙语 更重要的就是帮助到了他 除了坚持蒙汉双语服务外 苏日亚还在工作的点滴方面 创新加码 疫情期间 为没戴口罩的乘客 免费提供口罩 于雪天 细心考究怎么停车 能让乘客方便上车 遇到腿脚不便的乘客 他会主动下车搀扶 多少年来 不少乘客 还与苏日亚成为了好朋友 2018年 公交公司以他的名字 成立了苏日亚创新工作室 倡导更多的人 加入到他的服务队伍中来 因为从最初 我用这个蒙汉双语服务呢 服务到了很多的这个蒙古族乘客 还有包括这个蒙古国的乘客 我就觉得这个蒙汉双语 这样的服务呢 是有必要的 我希望呢 我以后能够用这个蒙汉双语 更多的服务于我们这个蒙古族乘客 能让他们能感受到我们这个 内蒙古自书区首府公交的这个温暖 能给他们带来很多的方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